大家好 刚刚那场五班一千的赛事博蓝盘对不对 不对不要紧 这场一样都应该会对你 这只马在五班一六五零这个路程上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只有机会的马 别说那么多了 首先做这几个基本动作 comment like share 影片 subscribe 马力频道 按钟仔 very good 看完鵬的心碎 那就super good 未做会员的快点就做会员 事不宜迟 不要说那么多 这一场的推介一定要先去看一看 和大家重温这只马上 在上一次五班一六五零的赛事 表现3月6号的这场赛事 看到12档 六白色衣服 桃红色帽 现在包尾6号那只马上王 这场真的是 湯宝珊 开齋的赛事 湯宝珊是5号那只魔法速帝 红白架子3那只 我推荐给大家马上王 和艾道拿骑 一路他因为 这个档不输 十二档 拿到最外档 他就 留点来跑 看到现在放头 8号红色那只 就是飞腾追 1号那只 就是智敬区 智敬区 那次推荐给大家 他跑1650 证实了不行 但不要紧要 看回这只马上王 原来他的后想冲刺 非常之厉害 剩下800米的时候 整个马裙拉到很散 差不多11个马位 这只马上王 也是在后面 但是艾道拿也是慢慢推一下 等他将马慢慢跟回前列的位置 那看到 推荐另一只魔法速帝 大家看到 他在这一场 湯普申 也是跟得很前 现在在第三位 那 进来直路的时候 看到 魔法速帝 已经是真是 在很好的位置 开始已经是 走到出来 那就是 领钱得 我推荐给大家 那一只马上王 6号 现在 还未是很厉害 但是最后 这50米 走上来的小 真的 狠狠狠狠 逢马过马 那 跑到第二 看到艾道拿和这只马 如果他 不是那次 那次 的档位 虧得那么厉害 我觉得这只马上王 有机会 真的 湯普申也不定 所以这次 我就推荐 他给大家 要来做这场 五班 1650的胆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好 这场三场 五班 1650的赛事 除了推荐给大家 上次有好演出的马上王 脚角方面 这几只马 大家都可以留意 第一只留意 就是1号的超囊中 超囊中 其实今次最蝕底 除了个磅之外 就是12档不好 但是 都要看回当日 会不会有些变化地 如果有变化地 12档可能是好档 不过就算没有变化地 其实这只马近两次演出 都是OK 那你说 要走进一直 连赢位 我觉得 机会都有 赢可能就困难 但是路程上 就适合了 看他发挥 会不会正常 如果发挥正常 都会是选择范围 最后一只推荐给大家 就是11号的威力星 威力星 其实这几次 我都有推荐给大家 近来的状态都OK 1800是好像长一点 但是1650 正马应该是适合他排 我就觉得 那么轻的磅数 118磅 和近来的演出都OK 我就会拖 重复今次的心水 做胆的就是推荐给大家 那一只马上王 跟着就是 朝郎中 还有就是天使猎人 和这只威力星 好霸档 阿鵬一样有好东西提供给大家 大家记住 听完他的心水 星期三 就可以一起 我们赢爆马会 虽然近来 我们的提示 有时都不是很稳定 但是 希望今次就可以 打破僵局 帮大家 一起赢回一局 OK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